全球线上的凯莉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时间过得很快 一会儿就到了2023年 大家都知道我们凯莉 7799团队2022年呢 已经采访过很多的钻石反弹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我们这个团队名字的由来 C呢是代表Great C呢就是代表Caterally 伟大的凯莉 99呢就是长长久久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我们团队的伙伴 对凯莉的乐爱和祝福 我们每一次呢在讲 CC99的时候呢 都是表示我们对凯莉的深深的乐爱 我们希望我们的凯莉平台 能够长长久久 那从我们2021年的3月份开始 到今天好接近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的时间呢 我们的GC99团队伙伴呢 大家在共同的善心善念的引导之下 努力拼搏 为各自的梦想 打造出了23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还有呢很多很多无数 无以数据的各种心急的懂事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我们所有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们把凯莉的大爱传递出去 帮助更多的人去改变他们的生命 然后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我们团队所有的这些伙伴们呢 都是愿利他的思维去希望帮助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改变命运 那今天呢 我们的钻石访谈节目呢 是2023年的第一期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我们来自洛杉矶总部的Sherry 那Sherry呢 原来是理工科毕业的 在很多人的任职里头 她是对这个行业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很荣幸 因为她在拿说进水楼台先得远 她刚好住在洛杉矶 那很幸运呢 受到邀请到我们的凯莉总部去参观 参观完之后呢 她非常的震撼 被我们的母公司 服务役公司呢 深深的吸引 同时呢 也是为我们凯莉的五大理由 深深吸引 她决定了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因为她在前平台已经是 闪闪发光的钻石 所以呢 这一次的考察 在她的心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她毅然决然放弃原有的官方 毅然决然加盟我们凯莉平台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带出了一支漂亮的团队 那龙生成为我们凯莉的二星钻石总裁 所以呢 今天我们能够 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哦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 Sherry二星钻石总裁出场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送上鲜花好吗 来欢迎我们的漂亮 我们全球的GC99凯莉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那非常荣幸接受我们五算的这个邀请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我是Sherry来自洛杉矶 很高兴我今天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好 谢谢大家 先话我看到了 谢谢 好 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哦 因为呢 从一个理工科 完全没有任何销售经验 能够浓身成为我们的二星钻石总裁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其中肯定有很多 你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你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答案 而且呢 我相信我们线上所有的伙伴 从Sherry的分享里头 会启发你生命中的某一个点 那今天呢我准备了三个问题 来问我们的 来采访我们的Sherry二星钻石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 我看到我们的好多伙伴 送各种各样的鲜花 给我们的二星钻石总裁Sherry 感谢大家 对好 那Sherry 我很好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拿说这个世界上最难 最难说服的就是理工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 因为呢 对 但是呢你也是理工科毕业的 而且没有任何的销售经验 再加上呢 你自己又是三个孩子的宝妈 很多人在你这种状况之下 都是说 我把三个孩子先带好再说吧 那我很好奇的是 你是如何看懂网络营销的 因为我相信你的分享呢 你的这个你的启发会给很多人带来启发 好的 伍子 谢谢伍子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 那今天呢 既然是来在线上跟大家分享呢 我想作为一个新人的心态 跟大家去一起来交流一下 其实作为这个行业 我是怎么看懂的 其实 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 其实都源于内在的那种爱 爱的一个动力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渴望成功 尤其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说 我觉得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好 或者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圆满也好 其实取决于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健康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线的伙伴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财富 我认为 那财富的话 不是说我们这个家庭 你拥有的现金流是多少 而是说 在我们时间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啊 我们的家庭结构 是不是有这个持续性的被动式的收入 那我认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看到太多的这种现象 当我们的这个 整个家庭 或者说我们个人拥有财富 越多的情况下 我们在面临很多生活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 由这个怎么说 不得不 可以说 我可以不 这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幸福指数的一个提高 那当然这个爱的话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功 渴望成功 但是这个成功 其实源于我们内在的一种爱 这种爱可以表现很多的形式 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对你自己的一种爱 你要成功 你要更好地爱你自己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 你要爱你的家庭 爱你的家人 那你也渴望成功 那还有一种动力呢 是来源于就是 可能是我想让父母做一个安心 我想取得成功 让他们在这个年迈的这个日子里面 可以取得安心 所以不同的爱 驱使我们要每个人呢 要渴望成功 所以虽然说 我从一个理工女 大概是做了有十几年的一个职业工程师 职业经理 那到一个回归于家庭 因为照顾三个孩子 尤其是在美国 但是我是觉得 四十岁的年龄 其实正是我们事业 就是无论是高峰期也好 还是说什么也好 你再想一想 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到退休的年龄 可能还有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难道我们就是这样和社会脱离了吗 难道我们就这样就这样过了吗 为了孩子 所以呢我还是有些不该 那对于这种情况 因为在传统行业打工里面 这个职场里面 我已经感受到了职场的一个痛点 所以什么痛点呢 就是说你打拼了 尤其是四十岁之后 在职场的打工 你会看到一个天花板 就是说在天花 可能你接下来的二十年或三十年 你的收入也好 或者是说你个人的成长能力也好 你可能触手就可以够到 但是就是说你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作为一个高级打工 或者最顶尖的一个打工 你在接下来这些年里面 你需要耗费很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 可是你的空间 确实可以那么清楚地去碰触到 所以呢我就想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可能不会去回归我打工的这个日子 因为我还要照顾到家庭 因为是还有三个孩子 我渴望时间自由 也渴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 个人的能力 能够发挥到无限的大 无限的空间 那再有一点呢 就是说那可以创业 因为创业可以给你财富 就是持续性的管道收入 那对于创业来说 我又分析了传统的创业 传统的创业 说实话第一点呢 我觉得老板的苦 我也吃不了 老板说实话 每一个成立一家公司 前三年 这个老板所称受的一些困难 或者一些风险 或者一些压力 是很多人 还不如去做一个打工的 打工至少还没有风险 你就领好工夫就可以了 但是老板你需要承担的太多 所以是北美的老板 对对 老板苦呢 我是吃不了 那再一点呢 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个钱去冒这个风险 那我也不是很有钱的 说实话 那你 你需要把你仅有的一点积蓄 去投入进去嘛 投入进去之后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场移情 在我们中国 有40万余家企业倒闭 多么惨痛的一个教训 很多人是活过来了 但是活过来 它是靠可能过去 10年20年的积蓄的一些财富 在填这个窟窿 但是今天 因为你选择一个网络营销 就像我们无赚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没有出门 但是它的输入是持续的 它没有任何的风险 在事实确定的情况下 它照样还是一种很安定的心 照样它的持续输入还是很高 这就是我爱这个行业的一个体现 所以呢 打工是没有自由 或者是你传统企业也没有自由 还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我昨天啊 其实我在 我也听到一个啊 这个蓝灯的一个视频 他在讲 说在过去的时候 在过去的时候 他说他一天讲课啊 讲课的费用啊 是四万块 大家觉得高吗 是很高 对不对 然后说他的朋友 在约他去度假 说五天才三万块 他说不行 他朋友就说 哎呀三万块呀 其实你一天就可以挣出来了 为什么不去 其实他内心在想 我去四天的话 我去五天的话 我二十万人民币就没有了 这就是你的时间成本是很高 你的收入虽然是很高 你的时间成本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传统的 无论你是打工也好 还是你做传统企业也好 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很高 你能走得开吗 你有时间自由吗 没有 但是凡灯是很有能力 他通过他很多年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累积 他因为他很有才 他建立了凡灯书社 对不对 大家可以下那个电子书 对 那可以交这个互联网 那他现在的话就很自由 他说我可以全球的去玩 但是我的收入 我不用再去辛苦的去讲课 但是我的收入是全是很高 这就是一个互联网 建立的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 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我们也没有凡灯这种财力 物力去做建造一个平台 但是实在就是赋予我们 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完全和像我们凯利这样的公司合作 他去建造这么一个网络 而我们呢只是说搭载他这个强大的平台之后 去做我们该做的个人品牌 个人流量一个变现 这样最终会建立起庞大的一个系统 然后从而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管道的台湖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一个威力 包括我们选择这个赛道 大健康生物科技 我认为他是无论是过去 过去几年或者现在以及未来多少年 大健康高生物科技一定是趋势性的 那我今天为了就是我在想 有一点点的数据 我就刚刚的时候我就设置了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高生物科技 其实在美国是他的产品的利用 这个使用率 这个粘性大概是50%的家庭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 我们华人的家庭 大概就是10%到20% 所以但是我们庞大的人口的一个基数 那我们中国的也有一些数据 它在显示 2023年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 将会达到14万亿 未来的10年 所以说每年都达到14万亿的一个平均额 将会占 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些千亿的富豪 为什么重金投资在抗衰老的行业 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趋势 所以呢我们个人的话 通过和我们凯利公司合作的话 我觉得是 我觉得不亚于他们这些 投资百亿或者几十亿的一些企业家 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在这里 都是我们永远都属于我们自己 所有的风险 一顶点点的风险 都属于我们凯利公司的 所以呢 直接风险最低 直接自由 也可以建立庞大的一个管道收入 我觉得这个行业 是我看到最棒的一个行业 所以这是我看到它的 就是非常看懂这个行业 吴泽 好 非常感谢我们学里的分享 从刚才学里的分享里头 虽然她是一个理工女 但是呢 她很有思考 她很会思考自己的人生 首先呢 源于一种爱 因为爱是这个宇宙里的 最伟大的一种力量 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界上 只有一次机会 我们都希望 再用爱来伴随我们的一生 特别是来到北美之后 我们所有东西都要从您开始 那这个时候 在照顾三个孩子的时候 他学会思考自己的人生 在当下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他要不要在带孩子以外的时间 让自己的时间充实起来 那这时候只能借助 一个系统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获得自己的健康财富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看到了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趋势就是大健康 抗衰老的趋势 特别是未来火运20年 火运20年是谁的年代呢 是中旅的年代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年代 所以呢 这个是未来我们20年的趋势 第三个最最重要的 刚才说到的时间成本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叫做人生有限公司 都是非常有限的 巴菲特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 在睡觉都在赚钱的收入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工作到时为止 而且特别是孙女 在照顾三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也会想到 有一天当她这三个孩子要上大学了 那时候她是否跟社会脱节 如果她现在不会与时俱进的话 如果她现在不去找一个靠谱的平台 来建立自己的事业的话 有一天当三个孩子都去上大学的时候 她又该怎么办 所以呢我觉得孙女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性 她方方面面 尽管从中国移民到美国 一切从零开始的情况下 她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自己的未来 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她用开放的心态 去考察我们的总部 凯莉的总部 然后刚好很幸运凯莉的各方面 凯莉的实力 凯莉的产品 凯莉的奖励制度 凯莉的人文 方方面面都吸引了她 让她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说成功者与 还没有成功者之间 实际上我最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叫什么 决定两个字 所以很多人也是在他们很羡慕 我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很温和的告诉对方 我说实际上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我们的机会是平等的 我们在凯莉面前也是平等的 我能够做这样的选择 你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这个门槛全世界一视同仁 你我之间只差两个字 叫做决定 所以我很欣赏Sherry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来改变她的命运 那接下来我要问你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行业内 尽管你过去没有很深的经验 但是你要短短的时间 做到行业的最高级别 你认为对于你来说 你最宝贵的成功法宝是什么 我相信现在线上的所有伙伴 都竖起耳朵来听您 大家都需要挖宝 从你身上挖宝 有请 好的吴赞 非常感谢 那我是觉得 我还是回归一个新人 就是刚刚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认为他成功的两点 主要是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是否是真正的看懂这个行业 你是否觉得这个行业呢 是你必定要成功 要拿到结果的这个行业 你是要看懂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的心态的一个调整 你的心态的调整 因为首先呢 我认为有很多 尤其是一些网络的小白 或者说之前你没有做过 你没有去创业成功过 或者说你之前没有去做过销售的话 尤其一些创业的小白 像我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满怀激情在去分享 但是真正的你在去下放市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时候各种拒绝破冷水 或者是说各种 这个问题都会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真的是 很多新人的话 他没有这种阅历的话 他就会走一步退三步 真的是这样 我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分享的前三个我就停了 我觉得我不适合 我说别人适合 我不适合 为什么朋友都不相信 很多人都这样子 我们有很好的口才 但是我爸妈我想告诉大家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这个过程 是的 这个是因为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认知的 因为我们就是传递的一种观念 要改变了别人观念 那你不可能会就 一个星期传递过去 就会把他的很多年的一个固有的思维会改观 对不对 所以呢 所以这个过程呢 可以说对于一些新人来说 因为我这个呢 我是深有体会 所以我想多讲一下 因为对于人来说 他这个呢 在这个遇到困难的这个过程中呢 就会退一步走三 退一步 就是退一步 退三步啊 走一步这样子 一直在这个过程中 又是否定自己 是坚持呢 还是放弃呢 是放弃呢 还是坚持 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自虐的一个过程 大家认同吗 很多人 对 要退步的前期 因为现在为什么啊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啊 就是说从一个小白 到一个网络营销的一个成功的钻石 这条路 你必须要走三个阶段 大家一定要走 哪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试试做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全 就是尽力而为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全力以赴 那你如果是说从第一个阶段 跨越到第三个阶段 速度越快的话 你这个时间越短的话 那你成功的速度就会越快 那我们今天 大家不要和所有的人去比 不要再想啊 无尊为什么这么快 他会上升到这个什么资产 因为首先他没有这两个阶段 或者是我们在加盟凯利的时候 那一客气 我们就开始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 什么叫全力以赴 就是我们每天做我们 必须得做的事情之外 所有的碎片的时间都会在 海力上 无论你是学习也好 还是行动也好 嗯 的事情 甚至于 我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 当我看懂了之后 我真的是 我记得我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那生活是很安逸了 那我每个月至少有两次 是带到 是跟我的全家会去 这个电影院 周末会去旅游 然后呢 一到假期也会去旅游 但是当我看懂了这个事业之后 一年我没有带小孩去 进过一次电影院 这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睡觉 你都觉得浪费时间 这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目标 然后你看懂了之后 你要付出全力以赴的这种状态 伙伴们 如果你们今天 还没有这种疯狂的状态 那你们离成功的 还有一段距离 那可能 就是说刚开始 我们为什么会 当然这个过程呢 是一步一步 慢慢的是累积的 并不是说谁都会有的 如果你看到 就是有一些 就比如说 他在没有做过这个行业 为什么立马就可以会启动 那也是他 因为他人生的一个经验的累积 或者他过去传统行业 他有错 他有遇到过这些错的 是很正常的一个逼境之路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OK 他们越受错 就会越错越有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网络的小白 尤其一些打工的 转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你会面临到很多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 对于我来说 我可以讲讲我的一些经验 我就觉得大量的学习 也是一种 你缩短成功这个速度 因为 因为你是学习 因为我们 就这个行业 很多人是通过 我们说 有阅历 有经 才会有经验 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你想想 靠我们自己个人的阅历 我们每个人推荐能力 都是还非常有限的 对不对 对 我们通过我们的推荐 再去 总结一些经验的话 你想想 我们的速度太慢了 这个时候 你需要 需要做到是什么 学习 那 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 这是必备的 还有一点 像今天一样 学习一些成功人的 一些分享 一定要大量的去听 那你在听的时候 因为他们走过的这些路 他们总结的都是一些精华 一些方法 当然我很感谢 我们吴传 带领我们GC99 创立了这么大的一个系统 能够让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 在这个大荣乳里面 进去去学习 因为你学了之后 其实是踩在别人经验之上 再去行动 那你的速度就会很快 对 这一点 我想讲一点 多落实一句 就是我的 我记得我第一个 在美国 进入这个行业 第一个在美国是 韩大成功的是一个保险的 他知道我在做 这个行业 大健康这个行业之后 他在给我分享 你要去做保险 你看看保险 至少还有门槛 对不对 那第二点呢 保险第一比的这个 permission是非常高啊 对不对 但是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一个生意 我们做今天 我做的生意 不是说要拿一份 就是一次性的收入有多少 而是我要建造的一个系统 那我在我付出两到三年之后 不努力也又回报 我是要看到他的一个被动的收入有多少 还有 我希望我的一个市场范围是全球性的 不仅仅局限于在美国的一个市场背景 我要全球的一个市场背景 还有一个 如果一个产品的话 他有一定的门槛的话 人人不可以参与的话 这就说明我的团队 就给我限制了很多的人进入 这不是我看到的啊 所以我的市场的蛋糕就会很小 他听了之后 他就觉得 哇你没有做过 好像是有道理 那是有道理 其实那一点呢 就是在刺痛了他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新人 什么都不懂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当然这样的话 我们在线的伙伴可能都知道 但对于那个时候来说 他就觉得 我什么不懂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 那个话 是我在听别人分享的时候在讲 这就是 真的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在约他去 去会场的时候 他就同意了 去要体验一下了 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就是你通过学习才总结到 要不学习 我哪知道什么 全球倍增的这种魅力 因为你没有经过 你是一个心 你想不了那么远 你的思维没有打开的 所以我觉得学习是非常重要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会一直否定 他为什么会成功了 我为什么还这么慢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 哇 那些钻石的分享 尤其那些钻石 就是 酷的稀里哗啦 他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辛 这是我 就是 一直的前进的一个动力 因为我听到他们这些分享 我就觉得 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都是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打磨的 那我今天是遇到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要碰到的 都是我要必须要经历过的 所以不是上天对我们不公平 还是说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所以你向成功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心态就会快了 你就会又调整到 我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 无论是学习 这些成功的一些心态也好 还是说一些专业的知识也好 这是加速我们 加速我们成功的一个步伐 所以伙伴们 大家一定要 要牢牢记住 学习 每天花点时间去学习 这是你成功的一个法宝 知识的一个法宝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是觉得是 这个比较 比较什么的 比较注重的一点 我算 OK 非常感谢我们学习的分享 他里头讲到最最重要的 成功的法宝 是来自于第一个 能不能看懂凯莉 这个商机平台 很多人呢 只是从片面的去看凯莉的 某一点 而不是从全盘里头去看 片面的去看某一点的时候 可能呢 带给他的就是试试看 或者尽力而为 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能够从360度 全盘的看懂这个凯莉以后 就觉得我们太幸运了 真的是三生有幸 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平台 360度无死角 再加上现在奖励 我们波格老师 给我们奖励制度的 不断的优化 让大家后台的钱越来越多 看懂完以后 这时候 看懂基于什么 基于我们的认知水平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没有办法取得成功 问题在哪里 因为认知水平不够 没有完全的看懂凯莉 没有完全看懂凯莉的时候 还是一样 只能试试看 只能尽力而为 没有办法去全力以赴 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 一个人远远赚不到 认知以外的钱 这句话很经典 他说假如你不小心赚到了 你认知以外的钱 上天会准备一千种 收割的方法来等着你 所以又回到刚才 Sherry说的一个学习的心态 如何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 就是大量的学习 他刚才分享了 他第一个签当成功的这个故事 我相信对大家帮助非常大 尽管他是新人 但是他讲出来的话 就是一个资深 这个行业人员讲出来的话 从哪里得到了 学习得到了 所以在这个行业 各位一定你要对他 有个全新的认知 在传统行业里头 教会徒弟二十师傅 绝对是这样子的 但是只有在这个行业里头 有人教 有人帮 有人带 哪怕你今天是一个小白 哪怕你今天大学刚毕业 不重要 你所在的这个团队 都会只要你愿意成功 都会把你从零开始 好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只要你愿意跟随 愿意学习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各位认知水平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的认知 能够超过其他人的认知 注定你赚的钱 就会比别人多 注定你的成功速度 就会比别人快 所以自己的认知很重要 第二个 还是因为认知的水平 有的时候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退步 就像刚才说的 走一步退三步 那就走得很慢 跟乌龟在爬一样 但是呢 如果我们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个 一个系统的学习 不断的学习成功者的经验 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万路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别人的话 为自己所愿 就变成自己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经常听到说 马云说一句什么什么东西 谁又说一句哪一个什么东西 实际上这些的 这些话的原话 都不是他们讲的 今天我们依然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从某个成功者的身上 学到了这句话 只要这句话 你能够经常拿出来 后面别人就会说某某某 会讲 说过哪一句话 这句话就变成你的治理名言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头 我们会学到很多很多精英的经典话语 我们也很多很多的机会 可以从精英身上学习 那自然而然 不要像我们在学校里头 必须从一年级二年级 然后一直一直 慢慢慢慢的这样子一步往上查 因为这个是社会大学 我们过去学的是专科 所以在社会大学里头 我们可以从各路精英里头 学到不同的东西 所以学里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就是美会必到 尽管他在洛杉矶 跟我们多伦多的时间 差了整整三个钟头 我们经常周一 每一天的这个早上会也好 培训会也好 洛杉矶时间才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 但是呢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每一天每一次的五点半 他居然都在线 我都说 哇 孙女 你早上这么早起来 他说五壮没办法 现在时间这个样子 我就是要多学习 不学习我如何带好我的团队 所以尽管他的其他团队在梦乡 还在梦乡的时候 他已经起来学习了 美会必到 所以呢 大量的这个学习 也是提升认知非常好的方法 我还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 普通人的工作态度是什么 尽力而为 而真正高手的工作态度是什么 好 不仅仅是全力以赴 是死而无憾 做完决定以后 我就往前冲 我就冲着我未来的这个结果 未来的钻石大本营 我去冲 我死而无憾 各位 如果我们能够 今天我们既定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凯利平台要成为钻石 用死而无憾的心态来做 你还有没有面子光 还有没有冷水光 还有没有拒绝光 还有没有平静光 完全没有 即使你遇到这些光的时候 很简单 问你自己的初心 为什么要加盟凯利 为什么要在凯利里头付出 你到底为什么要经营凯利 马上又出力开始 我就当着今天第一天加盟凯利 自然而然 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激情 好 又出来了 所以呢 刚才Sherry 给我们分享的这三点 非常重要 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成功不了 试试看 试着试着 人就不见了 好 尽力而为 刚好就做 不刚好就算了 这两组人都很难很难获得成功 他把最经典的第三个 全力以赴 牺牲他自己陪孩子看电影的时间 牺牲他陪孩子去外面旅游的时间 因为他已经既然选定了这个目标 就是分与兼程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他可以带出一支这么漂亮的团队 虽然他平时跟我们美会必到的时候 但是在线下的时间 他都跟他的伙伴们在一起 好 不断不断的 好 带出一支这么漂亮的团队 才有今天的二性专事总裁 所以各位所有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 但我相信 Sherry在过去前平台 已经是闪闪发光的专事 我相信这几年时间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 或者疫情之后的这三年时间 我相信有无数多的平台 出现在Sherry的面前 很多人都跟你讲过各种各样的平台 但是呢 今天Sherry 他愿意放下 很多人是舍不得放下过去的光环 但是他愿意放下过去的光环 全力以赴 金银凯利 所以我想知道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亮点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元气 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让你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元气 从零开始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我想想 首先我是觉得 首先非常感谢 感恩这个吴钻 以及我们前程的很多一些钻石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其实这一点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 深深的一个触动 这是一方面 然后第二方面呢 我是觉得 在这个行业里面 网络营销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时间和人力的一个倍增 那无论是生物科技也好 还是说网络营销 它的一些发展也好 都是非常也是非常快速的 几乎就是十年一个 或者是说十五年一个财富过 那对于 我在想 就是说你在既得利益的情况下 你要去分析 你的未来的希望有多大 你能带领伙伴 给到他们的希望有多大 那 那在凯利 其实啊 如果是我们现在 你从事的这个 虽然你就像我们那个高 高高钻 他说他一个月几万的收入 那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他可能不会去舍弃 那怎么可能会再从 从零开始 那可能会 在原有的基础上去 但是 我想说如果你有梦想的话 如果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 网络银行 你最重要的是一个时间倍增 那如果你的时间和人力 或者是你的团队没有倍增的话 你就要思考是在哪 哪些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当凯利 其实出现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感应 首先是前 就是无钻也好 前平台的一些钻石 或整个行业对凯利的一个青睐 是首先触动了我 那第二方面呢 我认为就是 真的是我觉得凯利 真的是为我怎么说了 为我定制了或怎么样的 因为他就在我的家门口 真的是 让我真的是看到了 公司的一个实力 让我也感受到 因为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 是哈佛戴维 他研发的这个产品 其实是这个抗衰老师 比较领先的 那对于NMA市场 我记得哈 就是两年前 是我们这个行业里 也引起了一个财富波 那对于 这个NMA 当我进入到凯利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哈 其实他在20 凯利公司 我们公司是在2016年的时候 就为很多的一些家 和一家企业去研发哈 不同等级 不同纯度的NMA 你会去我们工厂 会看到很多不同瓶子的NMN 那个时候 我其实蛮震撼的哈 尤其是还有哈 李嘉诚 在2016年 他也投资哈 让我们专门哈 为他研究的哈 这个这款抗衰老 第一代NMN 所以我们一直在宣传 李嘉诚 但是最直接和他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凯利公司 那我在想 我们凯利的NMN的技术 原来是应该有这么多年了 我虽然是在这个抗衰老 行业这么多年 但是当我知道的 知道NMN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我们凯利 已经早限于三年 已经在生产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NMN的掌控 是非常的成熟 虽然我们没有说是 以我们凯利的品牌 去做这个NMN市场 然后首先 再一点呢 就是说 我看到哈 我们这个工厂哈 有现在哈 包括过去的九年的时间 一直持续的在为全球165个品牌 在生产研发各种不同等级的 膳食营养补充品 那它不仅仅是一个代工的概念 而是说 我们凝聚了哈 我们林博士这20多年的一些 研发的一些配方和专利 那这一点其实让我也深有感触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 我经过这么多年 我觉得它的一个信息的 一个更新替代 是非常的重要 对一家企业的发展 因为你只有掌握一手的 抗衰老的市场的信息 你的产品才会更新迭代的话 并且的话 你才会跟着趋势去走 去推出更新的一些产品 满足消费群体 那对于我们凯利公司 我们像我们的林博士 我们目前的话 说实话 一直在持续的在做一些传统的 为市场165个品牌 近千种的不同等级的一些产品 他们会收集到市场 需求量最大的一些新品 或者是一些产品 给到我们凯利公司进行研发 首先是这一点 我觉得市场的一个需求 我们会占有第一场的 第一手的资料资讯 那第二点呢 就是生物科技也是日益月薪 当我们就像我们 我之前那生物科技已经出来 这个AM出来很久了 但是我们还在很迟钝 还没有出来 这也是我的一大遗憾 我是觉得 那对于我们这个 就是这些科学家 研究出最新的成果 他首先去找的是什么 不是找了一些销售公司 而是去找了我们林博士 这样的研发人 所以我们林博士在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多年 他带领我们造业也进入了全美的前五位 所以他的知名度已经打开 那你想 一旦有新的抗摔产品出来 那第一时间知道的肯定 除了科学家之外 可能就是我们林博士 这也就暗示着我们凯利 对于这个产品的与时俱进性 那永远都是保持这个最新的 所以这点呢 是在产品上 无论是他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科技 那还有一个 未来的一个 他的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上 我觉得这一点 是非常深深的吸引我 那第二点呢 我是觉得 我们的创始人 那无论是斯蒂武还林博士 他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 这是我 这也是我之前 面临的 就是觉得一直渴望的 这么一家公司 因为做华人 我对华人还是有一定的情节 那如果一个一家企业 全部是华人 我也不会去做 因为很多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思维模式呢 它是非常的长长久久 这种眼光和战略 那对于我们林博士来说 他也是华人的骄傲 但是他又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商人 春商人 他是一个科研 专业的加一个 可以说是传统的一个 优秀的管理者 我可以这样定义我们林博士 那我们斯蒂武 他也是在这个 抗衰老这个行业里面 那跟随我们这个 林博士合作已经有20多年 他们两个兄弟 是非常的默契 并且在过去的 9年的时间 他把我们Forey 能够带到这么成功 首先说明 他们两位创始人 他们的合作的密切的关系 那再有一点呢 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把控 以及他这个 作为一个创始人来说 他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 他不仅是一个专业的人 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所以呢 对于我们华人 我也知道 对于中国我们华人的市场 那华人的文化 你需要要懂 那这也是过去的一个痛点 如果不懂的话 就像我们很多一些建设的建设性的建议的话 他可能听不懂 那老外就是纯正的一个 他如果不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话 他就觉得没有必要 那这时候呢 就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管理性的一些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林博士 他是20多岁 就来到了美国 那虽然是说在美国待了很久 他对美国当地呢 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那同时对我们中国文化 他也是毕竟是从那长大的 所以呢 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东西 跟他沟通是零距离的 没有任何的障碍的 所以你也会看到 在我们凯利在过去的 虽然是市运营期间 但是我们很多好的一些政策 有利于我们华人发展的一些市场的条件 都给我们去一一都去完成 这一点我是觉得 我也是 在我在加盟凯利的时候 我看中了这一点 这也是我在经营这么将近 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也发现 我的选择这两位创始人也是对的 那这是创始人 再方面的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 这个公司的实力了 相当于 因为对于我来说 尤其就像我 吴钻 那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有成功过 那如果是再次去选择的话 其实被对每一个 就是说从一个小白 再去选择我们的这个成本 都会或者是风险都会很高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因为公司的实力在 那我们 我们也知道我们发益 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实力 那同时呢 也会有一个很强大的资金链 那包括它 它没有因为哈 它自己成立的子公司 Kalory 它把传统的企业会关掉 那传统的企业还一直在 并且今年的销 订单呢 比去年的还多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林博士 这两位创始人呢 它有包裕 整个大的一个资金链 或者是一个传统的企业在经营 那你Kalory 只是一个网络营销 它会提供很大的 无论是技术上的 或者是说资金上的 或者是各方面 它不会因为 在凯利 就是说 虽然是我们是一家新的公司 那遇到一点点风险的时候 一点点不可抗力的因素的时候 我觉得有包裕这么大的一个 富爸爸在 我们都会 都会扛过去 比那种单一的销售公司 要强了很多 所以这点是给我的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这种 抗风险能力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公司的实力方面 那再有一个方面 就是它的一个政策 就是它的制度 它产品好 那如果制度不好的话 说实话 我们吸引不了人才 因为现在大家都说 选择大于努力 那你如何去选择 在一个好的产品 好而公司的基础上 那我们是不是想到了 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 该有的回报 或者是说比较多的一个回报 那我们凯利公司 它的制度真的是 结合了 我们过去 所有的 无论是矩阵的 还是说单轨的 还是双轨的 还是什么分销 等等 所有的 原有的 这个制度的优点 都会融化 融合在我们凯利的制度上 非常的人性化 真的是让我看到了 他可以照顾我们 一分享能力 或者是说中分享能力的 这些群体 让他们的收入 进来 只要是努力 就可以见到回报 因为在过去这一点呢 也是我很大的一个痛点 因为 你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功 或者是你赚取了很多的钱 但是有很多伙伴 他的团队也真的是很大 他也很努力 但是可能 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 受限 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那我当时就是 看在心里 真的是很 想帮 但是那个制度 又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帮 所以呢 在凯利 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是化解了 我很大的一个 让我 我就觉得 我带进所有的伙伴 我会很轻松 我不会 我觉得很压力 不会压力很大 我不会 至少是大家 每一份付出 都会得到应有的 一个回报 就像我们吴钻说的 独了了 不如重了了 在我们这个 其实就体现了这样的 一个人性化 这一点是 当然实际也是非常重要 那实际 所以任何一个 这个我是觉得事业 都会有一个先机 那这个先机 其实在我们评估 上面的那几项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他 这家公司 他的时机对不对 那我呢 是 比如说 我是前平台的钻石 我可能是 前平台最后一颗钻石 因为我是在 他的财富过 就马上就要结束的 那里面去进入 将近第七年的时间 那现在我们凯利 说实话 他刚刚开始 那在市运营前两年的时间 其实在没有任何的推广 完全是靠消费者 这种粘性 去体验的一个效果 来转变的一个流量 我们可以突破 一亿美金的一个销售额 你就可以想象 那在未来 我们海力这艘航空母舰 会有 它的速度有多大 所以今天呢 这个时机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综合这些方面 真的是让我心动 所以我决定 我是觉得 我看到的我未来的时间倍增 或者我的财力倍增 或者是人力倍增的话 会更快 所以我宁可 克服成舟 从零开始 备赞我们凯利事业 吴赛 非常非常感谢 你分享的非常到位 因为呢 很多人在看到很多人 很多收传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 很难做选择 但是呢 我们的Sherry能够通过她的智慧 她的眼光 她的远见 从多方面来分析 凯利这个平台 最终选择 与凯利 全力以赴 首先通过实力 通过老板的德行 通过我们的产品 产品的前沿性 开发性 独特性 装衣性 还有是产品的市场 绝对外语权 然后还有我们的奖励制度 虽然外面 伴懂不懂的人 一直在那里分传 说凯利奖励制度精神改变 我说 如果一个奖励制度 越改越多 钱分给你的钱 越来越多 有什么不好 我很渴望这样的奖励制度 因为说明了一个 什么问题 说明了公司真的很慈悲 很大碍 很慷慨 很大方 好 根据每一年的财务报表 发现明年又可以多分一些钱 多分一些钱给经销商 这有什么不好 所以 这样的公司 也是与时俱进 能够根据当下的每一步 做出适当的调整 让我们经销商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我希望 就是有智慧的人 不要为外面的这些 所谓的说法 而门闭了你的双眼 要看他改得越来越好 还是改得越来越不好 我们以结果来说话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呢 从我们的这个时机 就像Sherry说了 在前平台 他因为在 不是在前平台最热门的时候进去 也是接近尾巴的时候才进去 而今天来到凯利 我们就可以就占了我们的先机 特别是去年 2022年10月 12月24号 我们刚刚在拉斯维加斯 正式开幕 正式开幕的时候 我们已经突破了一个亿美元的营业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安全的度过了这个风险期 因为每一个新平台的出现 前面从零到一个亿的这一段时间都叫风险期 但是很多很多 可以说98%以上的平台 就是在零到一个亿的过程当中 他就消失了 就不见了 如果我们不小心选到这样的一艘船 不小心选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真的 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金钱都是小事 而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信任 因为后面人家不再相信你了 这是最重要 所以为什么说选择要比努力更加重要 从这个多方面来看 来选择 所以今天Sherry能够做出这么 这么有智慧的选择 同时呢 选择完以后 他就全力以赴 所以才会带出这么漂亮的一支团队 然后呢 成为我们稳稳的二星钻石总裁 所以我相信Sherry刚才的这三个问题 可以让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呢 在凯利的钻石的意义真的太深远了 因为第一 我们是长长久久的钻石 不像很多平台的钻石 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我们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我们在这里就是长长久久的钻石 第二 我们每年可以获得全球营业的3%的分红 虽然很多公司有 但是很多公司要想拿到个3%的分红 太难太难了 门槛太高太高了 要囤太多太多的货 我们凯利不需要 第三 我们还可以得到钻石的补贴 从这今年开始 2023年 大家想想看 我们不同的钻石补贴都不一样 哪一家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我也是前平台的钻石 我除了3%的补贴 加上钻石旅游 没有其他东西了 但是呢 今天我非常非常感恩凯利 他给我们的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首先给我们安全 给我们靠谱 长长久久的做钻石 而不是昙花一现 其次给我们每个季度3%营业的分红 第三 好 明年开始就可以每年开始都有钻石旅游 第四 还可以给我们原始骨 我们所有的这些凯利的钻石 现在呢 都已经拥有了很多的原始骨 好 第五 最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帮助 很多人 直接或者间接 帮助了500个人以上 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改变命 拿说救人一命 甚至七级糊涂 在三年的疫情之下 在全球通过膨胀情况下 在很多人生活品质 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我们今天传递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给刚好有需求的人 就有机会成功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防为减 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越简单 越容易复制 越简单 成功率就越高 越简单 我们的团队就会走得越快 目标锁定 我坚信 2023年 我们团队一定会出来 越来越多的壮士 跟大家一起 砥砺千辛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学律壮士 发自恢复的分享 从她的认知 从她的心态 从她的对凯莉的看见 从她对凯莉的期许 对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学律 因为大家都很羡慕你 羡慕你什么呢 进水楼台先得愿 现在更是进水楼台先得愿 相当于公司搬到了你家隔壁邻居 据说只要五分钟的车程 你就可以到达总部 这个真的是天时地地人和 你全部都占有了 那也据我了解 你也经常带团队到公司去借礼 你能不能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在凯莉现在新的七星级总部 你从凯莉的七星级总部里头 你看到了凯莉的什么样的未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吴酸 我觉得我和凯莉真的是非常有缘分 我现在就觉得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凯莉公司以及我们4E工厂 其实离我这边也就开车 大概20分钟的路程 我觉得已经很近了 因为我们经常谈人的话 就带到公司去 不用费那么多口舌 那现在公司真的是 又花了每年的话 大概是150多万美金的租金 然后到了我们就是 二万的最好的一个写字楼 还是顶层 说实话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 十多年的时间 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写字楼 可以这样讲 因为它的这个规模是非常的大 那又是全景的这种片方 可以 可以 就是辐射到整个 二万的这个全景 所以呢 这是公司给到我们一个 首先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形象 那再一个方面是公司的一个实力 我想很多一些网络营销公司 说的是网络营销公司 它可能在经过十年的 它也不可能会投资 这样去租赁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写字楼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 就是因为我们林博士 那它有这个4E 有QS等等 这些子公司哈 那我每一次哈 就是带去新人的时候 首先他们进去就觉得哇 就是哇一下哈 就大家就觉得很惊叹 你们凯莉怎么会有这样的实力 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 那我们说我们有 集团公司在给我们做支持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建立的 一个什么 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公司呢 是非常的 呵护爱护我们的经销商 真的是这样哈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哈 我们每次去公司的话哈 那只要是哈 提前头一天晚上 我们告诉公司哈 我们大概有几个人 那明天会参观公司 那公司呢 它负责人都会 给我们安排好会议室 那给我们会准备好 每人有一个啊 就是啊 simple 就是产品的一个适用啊 适用 很漂亮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说啊 中午还会给我们 另一些检餐啊 就是我们很节省时间 就直接把人带到会议室哈 看到我们公司的实力 再讲一下产品 然后中午的哈 就是在公司的餐厅里面 可以啊 吃点减餐 然后聊聊天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单 相对来说就谈得很轻松啊 很轻松 并且的话 这个启动 在谈单的过程中 可能会就很快的就会启动它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再去 他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给他讲好 他可能还要去了解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他看不到 但是真的去 他如果是说 哎 他有意向了 他有看到公司的实力 他可能回家就可以启动 就很快就去做实力 这是我们 我觉得我们洛杉矶啊 伙伴啊 这是天使地利的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非常感应公司啊 这么爱戴我们这些经销商啊 真的是啊 我们就是每次去公司以后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 就觉得哎呀好温暖啊 又来了 感觉好像每天都渴望去这种感觉 哇 真的我太羡慕你了 我都巴不得帮家帮到洛杉矶去 欢迎欢迎 跟我们凯莉公司做邻居 我们听到Shirley对总部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凯莉可以 当我们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之后 我们未来在这个七星级的这种部大楼 我们可以实现从1亿到10亿到100亿的未来 所以大家各位 所有的公司突破风险期之后 接下来就是爆发期 所以未来的10年绝对绝对是凯莉的爆发期 不知道今天线上的所有的伙伴 你们看懂了没有 而且呢 我会看分水 我看过我研究过这个凯莉的总部大楼 四平八文 真的分水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坚信凯莉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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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平八文的大楼里头 做到100个亿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也实现了当时之前包括老师跟我们说的 我们未来多少年的时间 10年左右的时间 说不定我们就突破到了100亿 但是这100亿各位 我们奖励播 奖金播出率超过60%的情况下 要拿多少亿出来分给我们经销商 你想不想成为其中一份 你是选择坚持还是放弃 你是选择试试看还是全力以赴 你想在这个块大蛋糕 未来的这块大蛋糕里头 你想分到多少钱 就在于我们的努力 所以最后我非常非常感谢Sherry 利用她进水楼台的机会 给我们描述我们七星级总部的现状和未来 还有我们公司的文化 所以一个这么有爱的公司 一定是被宇宙祝福的一个公司 人不来帮老天爷都会来帮 我对凯莉百分之百的信心 所以我们一起愿生命 继续用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 继续用我们的生命来感动生命 我坚信未来的十年 在这爆发期 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经由我们的分享而改变他们的命运 好 今天的我们的钻石访谈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Sherry 真情的分享 我相信我们现在所有的伙伴都会 非常的受益 所以呢 Sherry最终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送一句话给大家 我希望我们在2023年 我们抓住我们凯莉的商机 那能够创造我们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钻石奇迹 伙伴们加油 好 伙伴们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的青级总部等着我们的所有的钻石们 好 感恩大家 感谢 感恩我们的Sherry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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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聆听 好 大家祝麻